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 决定于他的信心的程度 各位朋友 我们一直推广这套六个符号 一二三加四 说这就是英文的思考方式 英国人美国人的想法 所以我们看英文的时候 带进这一二三加四的密码 就可以看得懂他的意思 能够完全的理解 你就能够记住 你就进一步能够正确的运用 相反的咱们的中文要转成英文 要说出来要写出来 同样的道理 就利用这套他们的思考 转成他们的英文 他们当然就看得懂了 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句子 一是谁呢 各位看到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 这就是我们的一 对不对 二是什么 决定 决定在什么地方 他信心的程度 所以用六个符号 一二三加四来分析一下 大字胸有成竹 我们再来翻成英文 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 这里一个得字 在我们之前的教学节目 一直跟大家讲 英文的得要倒过来看 所以等一下翻译的时候 你要把成功与失败放在前面 再说一个人的 同理信心的程度 你等一下要先说程度 再说他的信心 我们来几句分析下去 我们就先说成功与失败 the success 这叫成功 或者是value 是失败 谁的成功跟谁的失败呢 一个人的 这个得 就是借西茨的of 后面向前翻 of a person 一个人 如果你喜欢用of伤完 伤完也是一个人 这都可以 所以我们的主词 就变成这样子了 the success or value of a person 那么再来处理 二者是动词决定于 depend 是决定什么东西 那么前面是单数的主词 所以动词加s depends on 决定于什么地方呢 我们再来看这 三 他或者是女生 他信心的程度 所以同样这边 要先说程度 再说他的信心 所以我们就变成这样子了 on the level level就是程度 比如我们的英文程度 叫做your English level level 程度 什么的程度呢 各位看到这里 又来一个of 后面向前翻 of a his or her 现在都男女拼的 所以要写男的 也要写女的 her confidence 他的信心的 这个程度 所以合在一起 各位朋友请看 the success of a failure 成功或失败 of a person 一个人的成功失败 depends在于呢 on the level 这个程度 of his or her confidence 就是英文变中文 中文变英文中间转换的密码 我们把中文也组成 一二三 形容词的观念 就是得的观念 要后面翻译前面 所以我们就几乎很正确的翻出来 这句成功或者是失败一个人啊 他就是决定在于他信心的这个程度 我们再来念诵一遍 永远养成好习惯 除了要具备这一二三加四的思考 你一定还要有声音 所以念诵念诵再念诵 所有的英文都变成声音党 你就能够听说读写考 那么更进一步的完整经济有效系统的学习 就请来使用我们的各级的函授课程 或者要速度更快 马上就要能够上场运用的朋友 就请参加我们的面授视讯课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